好的,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医学人学FoodooShop的第三课 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讲解了医学人学FoodooShop的重要性 以及告诉大家如何来学习我们这套教材 第二节课我们讲解了如何获得一个和我讲解所用软件一样的版本的FoodooShop的软件 并且把它安装上 实际上从这几个开始我们才真真真正的来进入FoodooShop的学习 我相信经过前面两几个的学习你就应该能够达到这一步 你的电脑上也可以打开这样一个软件 出现的界面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讲呢 如果是常规的讲法 包括我所看的别人许多教材的讲法 那么当然是首先讲解一下FoodooShop它是什么公司出的 它的历史出了多少个版本 然后就开始讲这些界面 从第一个菜单讲到第二个 然后一直讲下来 讲完再讲这一行的 这些讲完之后再讲这一个 再讲这一个 但是我们都不准备这样讲 因为我一旦这样讲的话 十分钟之后你们就都睡着了 对不对 那我们怎样去讲呢 那界面呢我们还是大致要提一下 关于这个界面你需要了解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知道FoodooShop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它是用来修改图片或者做图或者画图的 是不是 我知道我们以前在学美术的时候 我们知道很多画家呢 他们画画的时候在一个木板子上 拖几层纸 然后旁边呢 摆一些什么画笔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开始画画 对不对 这个界面呢就是一模一样 你们看好啊 我们呢 如果你的这个界面呢不太了解 我们再看一个能够让你了解的界面 你们看好 这个呢 我们放大 你们看 这个呢是我网上找的 叫牛人的山寨FoodooShop 你们看好啊 这中间呢铺来一层纸 还有这个标尺 你们看 还有标尺 然后旁边呢 是一些什么啊 你看 这是画笔 对不对 还有什么颜料筒 这还有什么手 还有一个放大镜 你们看这一边 还有一些色板 什么颜色 对不对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软件啊 这什么都没有 我们建一个空白的图 我们随便建个空白的图 你们来看 还有标尺 看到没有 中间是一幅 一个白纸 你们看 是不是 然后旁边这些是什么呢 你们画画旁边 当然要摆一些什么尺啊 什么什么画笔 对不对 这就叫什么 这叫工具箱 这叫工具箱 对不对 这叫工具箱啊 那么对应的呢 就这一边的工具箱 只不过呢 在电脑上之后呢 它就会非常的简单 我们以前画画的时候呢 画家如果要画掉直线的话 那么该怎么画 要拿尺的 对不对 如果画个圆呢 怎么办 那要效用圆规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变成软件之后呢 那它就非常的简单 直接拖画一个圆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你们看这个界面一样的 包括这里 你看这边呢 这些东西呢 成为面板 你们看什么颜色 颜料桶 是不是 你看这里 也有颜料桶 是不是 只不过以前呢 就只有那几种颜料 如果需要一些很特殊的颜色 我们还要自己手中去配 但是在软件之后 它就很简单 你看它给你呢 制了这么多颜色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 你点击一下这种地方 你看所有什么颜色 你都可以直接去选取 不需要去配置呢 是非常的方便 这就是一个界面 你当这个界面 你感觉很糊涂的时候 你就看一下这个 这张图 你就明白了 你要记住呢 旁边这个呢 成为工具箱 我们不断的去操作这个图片呢 去画 都要反复的在这个工具箱里面呢 你去拿画笔啊 拿橡皮擦啊 你看到没有 明白意思没有 OK 这个界面呢 你就只需要明白到这这么多 然后呢 我们呢 就来看今天 所要讲解的内容 今天讲的内容呢 我们叫第一次呢 用PS写字 PS写字 但是我呢 幻灯片的名字 已经目录上呢 写的第一次要学的东西 我不告诉你的第一次 我是要教你的用PS写字 因为呢 如果你们去看目录的时候 你们看到说是用PS写字 这就可能没什么好听的 感觉都会 这是我为什么告诉你们呢 你们千万不要去只是看目录 因为很多时候你看目录的时候呢 你发现 我会啊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有很多都是不会的 OK 下面这张图呢 就是我们要做的结果 就这么简单 我曾经呢 有一次在某一个医院呢 去做讲座的时候 讲座结束 然后下面一个老师呢 他提出意见 他说你这个东西啊 搞复杂了 我平时直接换在那边里面 随便图片往里面贴 图标往里面贴 字往上面写 然后再怎么搞一下 再拿QQ打开 什么结个图 OK就结束了 你还搞什么 搞复杂了 那是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给你看一下 我们呢 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但是你呢 今后很有可能要去发表文章 你们知道呢 Science呢 它是一个很好的杂志 你们看好 你的文章上面要有插图的 对不对 那些图片呢 怎么办 你们看 这里呢 叫Important Note 他说We cannot accept figures 看到没有 在PowerPoint和World里面 他不接受的 你们很多都不明白 我现在也不跟你们讲 听我后面课 你就会明白 PPT里面做的这些图呢 它的质量都不高的 在电脑上看得很清晰 不适合打印 好吗 你或许会说 Science这个要求太高了 肯定其他的不是这样要求的吧 OK 我们再来看一个 当然也是国外的了 你们看 这个呢 是我把他们的杂志的要求呢 截图截下来的 你们看 这个呢 肯定是比Science要差的 呃 你们看这个文件的格式啊 这个 记住看这里 Unacceptable file format 这里明确提出 Images Import it 或Copy Paste it Into Word 或PowerPoint 看到没有 我不是凭空的跟你们去讲的 它是有道理的 所以呢 你不要看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 你感觉好像很简单 你不学 我们前面说了 你做一个阿凡达出来的也很难 很难说很专业 我们也不学 简单的也不学 难的也不学呢 这是不行的 OK 所以呢 希望你呢 耐心的听我来讲解 我保证呢 能够让你听得懂 我们把这些图片都关掉 你们看我怎么去操作啊 我们打开呢 这里的素材 这里呢 有一张照片 这里呢 有一个图标 然后呢 要达到呢 这样 然后在上面写字 我经常在说 现在医学人员呢 对图片的编剧完全不了解呢 都是举一个例子 我说呢 我们啊 你出去呢 在外面去旅游 然后医学人呢 照了一张像 照一张像之后呢 你要把它冲洗出来 但是你想呢 在上面写几个字 有时候呢 是某某班 在什么地方 什么 一游 但是呢 我发现 有大部分的人呢 甚至不知道 怎么在图片上写字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呢 我第一次讲解 Forexia怎么用 我就拿这个例子来 我就要想 怎么在图片上写字 这是最基本 最基本要达到的 好的 我们要图片写字呢 首先就把这个图片打开 然后在上面写字 对不对 OK 我们呢 Forexia怎么去打开图片呢 怎么去打开图片 你们看好啊 我的幻灯片呢 是给你们 下去之后 你们去查看的 我呢 给你们已经把 所有的东西 都做好了笔记 看到没有 包括这些 第一次要学的东西 到底有什么 我们要学这么多东西 就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 要学这么多东西啊 并且呢 我们把每一个东西 都给你做好了笔记 你看到没有 我跟你都做好了笔记了啊 什么什么什么 你看到没有 他能干什么啊 你一定要把我这些东西看得懂 这是我给你做了笔记 OK OK 第一件事呢 我们怎么打开一张图片呢 对不对 你们打开我的文档啊 打开什么的 直接双击一下 是不是 但是图片呢 你打开他会用 插插插插看图片的软件打开的 他不是用Foloshop打开的 是不是 我们打开图片呢 最简简的方式 当然是通过文件 这里的打开 然后呢 再一次呢 找到这个地方 素材 比如说 是这张原始图 我们点击它 然后点击打开 就可以打开了 是不是 这是最传统的方式 我个人的比较喜欢的 有两种 你们看好啊 在这个地方空白的地方 双击鼠标 马上就会跳出打开的方式 然后呢 你继续双击这个图片 看到没有 它也可以打开 但是我在课堂的演示的时候呢 我经常喜欢另外一种方式 你们看好啊 也是很随意的那种方式 托放 我们按住这张图片 然后呢 按住鼠标托放 不要动 一直托放到 这个Foloshop的软件的 这个任务栏上 鼠标不要放 直到呢 Foloshop的窗口打开 然后继续托放进来 你们看到没有 它变成了一个复制 OK 我们说 我们松掉鼠标 托平它就打开了 你们呢 只需要呢 随便选取一种方式就可以了 我呢 都把它写在这里了 看到没有 这是这样子的 另外呢 要注意呢 有 因为我们呢 要 有时候要 要把几张图合在一起 以及呢 怎么样去操作 我们同时打开两张图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有问题的 你们看好啊 这是对 PS5才有的 你们看好啊 比如说我在打开这张图 我们托放的方式 托放 如果托放打开 不要 不要放鼠标 你如果托到这里 它直接把它打到这个里面去了 你们看到没有 OK 我们把它先 先把它删除掉 这里有一个叫图层的东西 也是我们今天呢 要讲起的东西 叫图层啊 你如果呢 没有看到这个图层的东西 你就点击这里的窗口 把这个图层的勾 把它勾上 你们看不勾它就不行 我们把它勾上啊 这里 你看到有个图层 你们看没有 这个图呢 拖到这个里面之后呢 它就把它堆在这个 这张照片的上面了 是不是 OK 我们现在把它删除掉 删除掉这个这个层呢 怎么去做的 你们看 我们选中这个东西 然后呢 点击这里的回收站一样的图标 然后呢 点击是把它给删除掉 关于这个图层呢 是 Photoshop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们今天的不讲 我们下一节再讲 OK 下一个专门的讲图层 OK 你们看到刚刚才没有 我们打开两张图标 说如果采取放的方式的话呢 托到这个里面 它直接跑到里面去了 我们应该怎么托放 你们看好啊 按住鼠标 拖到上面不要动 继续拖 这里呢是一个假号 不要送掉鼠标 拖到这个标签栏上面 它变成一个移动 然后送掉鼠标 然后点击确定 你们看到没有 这样呢 它就能打开了 这两张图呢 它是采取这样的方式打开的 在床口上显示 这个是什么 什么标签栏 是不是啊 和我们浏览网页的时候一样的 一个一个的页面 是不是啊 是通过这样打开的啊 我们都写了这个地方了 拖放两张的时候要注意 当然的话 如果呢 你通过这个文件打开的方式呢 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啊 OK 我们要关掉 OK 这两张图片呢 我们都打开了 打开之后呢 我们要把那张图呢 复制到这张图上来 当然了 你是可以呢 通过复制的方式 但是我们一般不用复制 复制的挺讨厌的啊 我们都用什么呢 我们都用拖 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叫什么呢 叫移动工具 看到没有 移动工具 经常经常经常要用的啊 因为要移动图片 你们看好 我们选中这个图 看到没有 这里有个图层 我们按住鼠标 不要动 拖动 你们看在这个里面 拖的时候 它好像在移动 不要松下鼠标 拖到这个标签上面去 这个图呢 就打开了 然后呢 继续呢 移动鼠标 接着你点住 不要动啊 看到变成一个加号 然后我们松掉 OK 你们看到没有 它呢 就拖放到这个里面来了 并且呢 这个地方呢 变成了一个 一个图层一 是不是 你们可以想象 你看我在上面移动的时候啊 它下面的图呢 依然是在的 它是叠 你明显能感觉得到呢 它是叠放在上面的 对不对 OK 但是和我们的目标图呢 还是有一点问 有一点差别 你们看 它很小的 它拖放过来之后 这个图大了 怎么办 你得把它变小啊 对不对 你们看好 怎么变小呢 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经常都会用的 怎么把它变小 你们看好 我们都把它写在里面了啊 我们写在里面了 这个呢 叫做 对 移动工具 看到没有 我都给你注释在这里 叫移动工具 是不是 用移动工具呢 移动指定图层的内容 一定要选中指定的图层 什么意思呢 你要移动它 你应该是 选择它的 要选择这个 而不要选择它 这个呢 没办法移动的原因 是因为这有一把锁 看到没有 我们后面会讲解的 你们要移动这个呢 一定要选中这个 记住图层面板 怎么打开的啊 OK 你们看好 然后呢 这个大了之后怎么办 移动后大小要改变呢 用编辑和自由变换 快捷键 你们一定要记住 你们看好啊 我们要 要修改它 要修改它 你就要选中它 选中它 怎么选 不是通过这个选 你要确保在这一边 是选中它的 看到没有 这个表示选中 然后呢 这个编辑菜单呢 里面有一个叫做自由变换的 自由变换 Ctrl加T 你看好啊 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拖小了 看到没有 到边上的时候就变成这样子 但是你们呢 不要这样去拖 你们看到没有 你们这样拖的话 拖拖变形状了 是不是 但你拖的时候 你很难保证呢 它是 它是不改变形状的 那么怎么办 OK 我们首先呢 把它呢 给撤销掉啊 我们怎么样撤销 刚才一部操作呢 所有的软件都是一样的 叫Ctrl加Z 键盘上 按住键盘上的Ctrl键 按住不要动 另外一只指头呢 按这个Z这个键 看到没有 撤销了 我们接下来 鼠标放在这个地方 变成一个这样的形状 然后呢 按住键盘上的Shift键 键盘上有个Shift键啊 按住不要动 然后呢 点击鼠标 拖动 你们看 无论怎么拖呢 它的比例是不改变 它不会把它压扁的 这是很重要的 包括你在做换电片的时候 拖放一个形状 你也可以呢 按住Shift键 这都是通用的 按住Shift键 它可以不改变 不改变它的形状 OK 我们移到这里 松掉 松掉之后呢 再按回车键 就确定了 然后呢 我们呢 把它移动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 这个移动工具啊 它不像我们做换电片 换电片呢 虽然是方便 你看 它好像写完字 直接就点 点在上面就可以移动 就是咱们撤销 这个呢 你看到就是麻烦 因为它功能很多 它打到一些功能 必须要舍截的功能啊 OK 接下来呢 我们要干什么呢 我们要写字 我们要写字 是不是 你们看好啊 我们来写字 写字呢 怎么写呢 你们看好 就像呢 我们在换电片里写字一样 我们在换电片写字呢 是怎么 是插入一个什么文本框 插入一个文本框 点击一下 就可以写字了 对不对 我们把它删掉 delete删掉 我们在这个里面写字呢 这里有个工具 就凡是一个什么东西 都要有个工具 看到没有 叫横排文字工具 我们点击一下 或者点右键呢 点右键呢 是可以看到它里面的 有很多个具体的工具的啊 当然我们用的最多的是 第一个横排文字工具 我呢 把它写在这里了 你们看叫做 叫横排文字工具 看到没有 单击后输入呢 不会自动汉航 什么意思 你们看好啊 我取能这个 它就变成这样一个鼠标 我们在上面单击 单击之后呢 就给它写字了 我们说呢 单击上面写字呢 你看到没有 它一直写到画面外面去了 它还被换航 我们按回车键呢 它才它才换航 看到没有 这是这个 OK 我们呢 来看这个 如果我们要说一个段落怎么办 一大篇文字 就先按住鼠标 再画一个文本框之后再输入 我们先把这个呢 删除掉 怎么样去删除呢 看好啊 你们看这个地方 叫图层 这很明显的 这层面有个眼睛 把这个眼睛拿掉呢 就没有了 是不是啊 就说明了这个呢 就是就是这个层的 我们选中它 按点击这个地方 这个回收站一样的东西 就把它删除掉 看到没有 我们点击4 就把它删除掉了 OK 我们重新来 我们刚才说了 单击一下写字呢 它不转行的 我们画一个框的话 它就会自动转行 看到没有 你看还可以调整它 大小 对不对 在边上 这是这个 这这个写字的啊 我们不转行的 和转行的有什么区别呢 有时候你只是写一些表体 像瑞金医院 它不肯转行的 你直接单击就可以了 但是我建议大家呢 就不论3721 就直接画个框算了 免得那么复杂 我们OK 我们来写字啊 操入输入法 瑞金医院 你们看好 我们选中它 选中它之后 我们看自己的大小 我们字呢 是因为我上次朝着过 所以存留在着这里的 这里呢 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呢 你们看好 我们呢 这个字的大小 最大是72号 但是我感觉72号 都不够大的时候 那么怎么办 你看我们选中它 有时候你就没办法办了 我告诉你啊 包括在word文道里面也是一样 你要把一个页面只写一个字 写得很大 但是它最大就72 怎么办 你直接把字号输入在这里面 比如说我们输入100 看到没有 它直接就这么大的啊 直接就输入成这么大的 OK 那么很很 另外一个问题的就是 你写完之后很多人就发现 这到底怎么 怎么去退出它呢 我移动它啊 OK 你看这个框框怎么取消掉啊 你只需要单击一下其他地方就可以了 任何一个其他地方 或者直接选择一个其他的工具 比如说接下来呢 我觉得它位置不对要移动它 你就单击一下这个移动工具 点击一下 看到吗 马上就退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移动工具去移动它了啊 移动工具就可以移动它了 看到没有 OK 如果呢 我觉得这个颜色不对 我要用红色 或者黄色 怎么办 我再去修改它 你看我怎么再次修改啊 你不要双击它 不要双击它啊 最后我的文章里面有不一样 这个双击它呢 可以到里面去的 那这个photoshop里面不是这样子 它都在图层里面操作 它这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的 看到没有 我们双击这个东西 看到没有双击这个呢 马上就变成这样一个形状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呢 去修改它的颜色 怎么修改颜色 我们选中它 然后这个地方 你们看好 设置文本颜色 看到没有 我们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之后呢 我们可以选这个颜色 是吧 也可以呢 直接你看 一移到这个画板上的时候 它就会点击 你看直接就可以选取颜色了 是不是 也可以直接在这里选取颜色 我们这里呢 选取一个黄色 OK 点击确定 确定之后 依然要退出这个框框 这个框框呢 我们 按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或者是呢 我们一般是这样子 按住 Ctrl加回车键 退出并且状态 你们看好啊 按住进门的Ctrl键 不要动 按住回车 马上就退出 是不是 这是这个啊 弄好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保存 我们怎么保存它呢 我们这里也写了 稍等一下啊 我们这里的都是要讲解内容 我虽然呢可以很快的给你们做完 但是我要通过这个例子呢 给你们讲呢 稍微多一些的东西 让你们好理解 集中在一个例子上 对不对 OK 这里呢 其中我们讲解到有一个叫做保存的格式 我们找一下 看我把它记在什么地方了 保存图片 怎么把它保存呢 你看有个文件存储为 在这里啊 我们点击文件 这里有个存储或者存储为 我们点击存储为 然后呢 这里是 它首先默认的 它就有个叫Foodshow PSD 是不是啊 我们呢把它保存呢 JPG的格式 用在幻灵片上去 对不对 如果你要去做投稿啊 或者什么的 你们看很多杂志是要求TIF格式 你就选择TIF格式 是不是啊 要注意 如果你们选择TIF格式的话 要注意把这个图层的勾去掉 什么意思呢 你们看好 这个地方呢 一层一层的叠加起来的 你如果把这个TIF格式 把图层留在里面的话 这个文件的大小呢 会比较大 不便于你呢 网上呢 去传输给他们 是不是 你们呢 要把这个图层的勾去掉 然后再点了保存 然后再点了保存 然后再点击确定 你们要这样子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保存的这个图片 是在素材里面 叫做什么TIF格式 就这个 你们看没有 就这张图啊 它有很大的 你看到没有 非常的大 非常的清晰啊 当然 那么呢 如果你保存JPG的格式呢 你就用存储为 选择一个JPG的格式 我们说我们很多照片的都用JPG的格式 我们点击保存 它说我已经有了 替换 OK替换 然后呢 我先不要替换 我的原始度会替换掉的啊 我点击存储为 我们呢 选一个JPG的格式 然后呢 就变成一个什么R吧 你保存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品质的东西 这个品质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会说 叫做JPG的压缩 如果选择最大的话 它的大小就最大 图片的最清晰 如果选择最小的话呢 图片就很小 当然了 清晰度也就很不高 那到底该选谁呢 我们选择最多的是8 我们选择最多的是8啊 你要记住 我们后面还会再讲文件格式的时候 或者专门来讲到的 我们点击确定 OK 那么 这样是不是就 我们就可以把它关掉呢 你们不要这样关 你们关之前啊 一定要保存一个叫做 它就像默认的这个格式 看到没有 叫PSD的格式 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保存 你确定 我们都知道 你如果是用Excel 你如果打开了一个Excel 然后呢 我们好不容易呢 输入了一大层数据 通过这一层数据呢 去生成了一个图表 然后把这个图表呢 拿来呢 去做成图片了之后 用到你的论文之中 是不是 你生 你呢 在里面填入了很多很多的 很多的数据 你们在里面呢 填入了很多很多的数据 当然我不可能都是这样的 我意思是说很多数据 填了半天 然后呢 好不容易呢 做了一张图表出来 通过它 然后你把图表呢 copy过去 放到Footershop里面去 编辑 编辑好之后 就拿去投稿 然后完了之后 你如果直接把它关掉的话 那么别人杂志的说 你的表 你数据可能有点问题 还夹几例吧 你回来之后怎么办 你会再次打开这个Excel 把这数据又重新输入一遍 很显示不对的 你之所以输入了Excel之后呢 就输了数据之后 要把它保存一个Excel的格式 就是因为呢 保存这个Excel的格式 Excel还可以像是打开丙记 同样也是一样的 你如果呢 我把这些关掉啊 你如果呢 只保存了JPG的格式 或者TF的格式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下 下一次呢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这就是我们保存的 OK 我们把它呢 继续的拖放到这里面打开 打开之后 别人说还是用白色的好 OK那怎么办 你看这个地方 就变成这样一个东西了 然后你没办法 你就嘴拿橡皮擦去擦 那就擦了乱七八糟了 很不利益的编解 是不是 就是因为我没有保存一个 总结的过程 不好编解了 但是相反呢 我们如果保存了 这样一个PSD的格式的话 就不一样 你们看好啊 我们还是把它拖放到里面 把它打开 你们看这里呢 它一层一层的清清楚楚 我们把眼睛给去掉 你看 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有问题 我们就双击它 把它修改成白色 修改成白色 然后再点击确定 然后Ctrl加回色键 确定 然后再把它保存 是不是 所以说呢 这个PSD的格式啊 这个PSD格式呢 是Photoshop 认识的格式 它把中间的一些 编辑的过程呢 都放在里面了 便于我下次去修改 所以说呢 我把这里写了 如果你要去保存图片的话 看你的目的 你拿去投稿啊 做幻灵片 你把保存接配机啊 什么什么的格式就可以了 是不是 就是你如果呢 还要想着下次修改的话 而不是重新再做一遍 你就一定要保存一个PSD的格式 所以说呢 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想下一次 还可能去修改这个图 你就务必再保存一个PSD的格式 你们记住没有 OK 这是保存的格式 OK 然后呢 但是我们还有一些东西没有讲到 也是我要通过这个例子呢 去讲的 哪些东西呢 你们看我刚才文字工具呢 已经说了 画一个框 就可以在上面呢 去写字 通过这个提 是吧 在图上呢 画一个框 或者点一下 就可以写字 然后呢 用移动工具呢 可以去移动它 改变颜色呢 就是双击那个右边图层的文字 是不是 然后这里还有还有几个东西 一个叫抓手工具 一个叫放大进工具 又叫做缩放工具啊 你们看好 抓手工具 什么意思 我们都呢 看过PDF文件 你们看这个抓手 我们拿这个呢 就可以查看他的按照鼠标 去拖放 这个里面也有的 你们看我们打开一张图片 我们呢 就把这张图呢 拖放到里面 还是这张图啊 你看好 我们拖放到里面 打开之后呢 你们看这个地方 有个叫25%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图啊 它把它缩小了 显示的 因为这张图呢 很大的 我们知道 你们看好 这张图呢 我们100%的显示 它很大 这个床口的显示不下 我们退出 到这里来呢 那它属于只有5%的 我们刚刚显示的 这里一个抓手 这样的没办法移动 因为它整个已经全部显示了 抓手和放大镜 就是一起使用的 这个缩放工具 看到没有 这个抓手 你们看好啊 这个放大镜呢 我们一般怎么用呢 这样就用 你们看 点下放大镜之后呢 单击 单击就可以查看这个图的局部了 是不是 如果要缩小它怎么办呢 你们看这上面有一个缩小 然后呢 就可以点击它缩小 当然我们呢 这放大缩小 我们一般做熟理 我们都不再切来切去的 不这样切 切得太慢了 你们看 我们选了放大镜工具之后呢 按住键盘上的out键 键盘上 我给你们看一下 OSK 确定 这是一个屏幕键盘 out键 就是这个键啊 你如果呢 选中了这个放大镜 你看这上面是一个假号 然后呢 我们按着键盘上的out键 你们再来看 它变成一个减号 表示缩小 然后再点击 鼠标左键 这图像就缩小 看到没有 所以这 然后松掉out键 它就变成放大 是不是 放大键 缩小键呢 呃 我们我们经常呢 这样不这样用 这样用的太讨厌了 比如说举个例子吧 我想看一下 这一块地方 它到底有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不这样点 用这样去点了点点点 很多次 是不是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一般这样子 我们划一个狂 看好啊 按住鼠标划一个狂 然后松掉鼠标 它马上呢 就给我呢 把这个局部呢 整个窗口显示 我们呢 双击这个放大镜 啪啪 看好没有 你们看这里 就是百分之百的显示 然后比如说我要看右边一点 怎么办 就像你看文档一样 选择这个爪手工具 我们这样去移动 看到没有 然后我们双击这个爪手工具呢 啪啪 双击 它就会呢 刚好呢 把这个画面完整的显示在你的面前 是不是 我们双击手 双击放大镜 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要放大 六 你们看 放大了看 这个放大只是让你呢 去查看这个图啊 并没有把图像真正的放大 OK 这就是呢 这个爪手工具和放大镜工具 我后面都写在里面了 我看写哪里了 都写在这里了 看到没有 我都写在这里 这是我给你们做的笔记 OK 我看还有什么都没讲到啊 我们打开图片 新建图片 这个画面讲 文字工具讲了 移动工具讲了 改变文字颜色讲了 爪手工具讲了 放大镜工具讲了 保存这个格式也讲了 然后还有这个图层乱了 怎么办 就这个图层图层 我们下一个单独要讲的 就这个东西 有些人说找不到 我刚才说了 找不到的话呢 你就在这个窗口里面 把这个图层勾上 看 学别人的软件 的操作呢 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就是别人演示之后 说在某一个地方 点一个什么 但是你根本就找不到那个窗口 或者根本不知道 那个窗口怎么出来的 那么你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窗口上有可能呢 会被你操作的时候 搞得乱七八糟的 你们可能把它搞成这个样子了 是吧 有可能会这样子 会把它给移动出来 你们都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搞的 然后把它关掉了 最后变成这个样子 你们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办了 是不是啊 这也是初学软件的时候啊 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当你把窗口的界面搞得乱七八糟之后 我们还有办法的啊 怎么办呢 你们看 第一个方面呢 通过这个窗口 把你要显示的 点出来 点图层 OK就出来了 就是说 当你一个个点的很麻烦 但是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窗口工作区 看到没有 有一个叫做复位基本功能 点击一下 就跟你像电脑恢复初闯设置一样 是不是啊 当你记住了这条命令之 这个窗口的命令之后呢 你就不再怕呢 你就不会再怕 你把窗口搞得很乱了 是不是 OK 你们看这里的图层 刚才不显示了 曾经这样子 点击一下其他地方 再点这个图层 它就出来了 看到没有 是这样子的 我们再来多次练习 双击这个手 我们用操作图像 经常都是这样去操作的 看到没有 划一个框 双击一下 然后呢 双击手 看到没有 这窗口乱了怎么办 你们应该知道了啊 我写在 我给你们记在这个里面了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 叫新建图片 因为我呢 在经常呢 呃 我们呢 在听别人的讲座的时候 以及别人的书籍 往往最近讲到的 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它排的第一位 文件新建 用的很多 它说我们要新建一张图怎么办 就是打开新建 然后输入呢 这个款度要多大 高度要多大 多少分辨率 然后再顶级确定 它就生成了一张图 但是我在想 难道我们新建的空白图 就是为了画图吗 它新建图用了这么多 难道我们就 用Fotoshop的人 都那么专业 都会在一张空白的纸上 把它画出来吗 不是的 我们经常还是会用这个 新建这个空白的图片 但是不是我们都去 并不是都去画图的 哪些情况下 我们会用这个 形建一张空白的图 来做事情呢 我给大家写在这里了 你们看好 首先画一幅图 它真的就是有人会画图的 你们看好啊 我这里呢 专门给大家呢 收起来一个列子 你们看这个图呢 画了一个什么 就像那种游戏里面 一个蜘蛛 你看非常的清晰 对不对 它是画出来 它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你们不相信我们把这个保存的中间过程 PSD我们说了 它中间过程 如果那里保存这样的修改 它还不好修改 对不对 你们看它有个PSD的格式 我们呢 把它拖放到FulloShop里面打开 拖放到这个上面啊 打开 打开之后呢 你们看好 这个图层这个地方 它一层一层的这么多 是一层一层叠加的 表示那是一个一个东西画的 你们看我把这些眼睛去掉 你们仔细看左边啊 这什么螺钉 什么眼睛 什么腿上的小球 什么前身 你们发现没有 这个图它就真的是有人呢 有这么厉害 但这张图不是我画的 他就能够把它画出来的 如果画这张图 你们可以想象成为手绘 就会在这里形成一张空白的图 然后呢 把它填一个颜色 然后呢一笔一笔去画 是不是 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会画 但是我们去画的时候呢 都会用这些很简单的工具 什么笔啊 什么画个框框啊 什么之类的 我们呢 我们会用简单 我后面会给你们讲一些简单的画法 但是我们呢 不会画这么复杂的图片啊 我们画复杂图 我们不会使用这个软件画的 医学里面图 我们不用这个画啊 我们把它否定掉 我们把它否定掉 OK 关掉了啊 OK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要做个海报和通知 这些你们有可能会做的 是不是 你们看好 比如说你要做个海报 你做海报的话呢 你看这很大的图 是不是 做海报图的话 当然是我们就这样做的 我们给你文件 新建一张空白的 然后呢 表示你这海报要印多大 比如说我们要印70厘米 高度呢 印100厘米 分辨率呢 就是要打印的 我们后面都会讲的 比如说300 当然海报大小 是有具体的设置的啊 不是乱写的啊 我们点击确定 然后呢 在上面填颜色 然后再把一张一张图 拖到别的床旁边 然后把它拖上来组合 然后再写上字 最后呢 就成了这个样子 是不是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们是要用的 包括像这一些 你们看 这些什么伊拉宝啊 什么之类的 这图呢都非常非常大 你们看好 图很大了 我们放大这么大 你看很清晰的 是不是 那也是呢 这是空白 行进一张空白的图 然后在上面 把图拼在上面去 调颜色 调颜色 写上字 这是这一个 做海报 或者通知啊 等等之类的 我们呢 也会行进一张空白的图 那拼接论文的图片 你们要发表论文 你们看好 这个论文呢 这个图片呢 不能够在卧的里面去拼的啊 卧的里面拼了之后 你截图截出来是不行的 因为国外呢 他投稿呢 要求的是 每一个图片是一个文件的 你们呢 至少呢 用FoodooShop 去做 去做的时候呢 你就要行进一张空白的图片 行进一张空白的图呢 然后把那些什么动物的图片啊 便利的图片呢 就像我们那个图标一样 是不是 然后把脱发到里面 把它调整 然后在上面写上字 所以说呢 你不要看呢 我今天讲的东西这么简单 但是 我们后面就是用这些东西的 所以呢 我呢 除了给你们简单的去完成 这样一个写字的操作呢 我还给你们讲解了 很多这些工具的使用 这些工具呢 在我后面的讲解呢 会陆续的用的 需要呢 希望呢 你们呢 要认真去听 在最后呢 我呢 需要给你们呢 出一个题目 因为你看到我上面的操作 你总要去做一遍 对不对 你如果不做的话 你呢 是不会的 就说白了 你是不会的啊 我们的题目是这样子 我们的素材一呢 是一张网页的截图 缺少一个图标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呢 每一个都有练习的啊 这是结果 我们呢 有素材一 你们看 这个地方呢 这是我网页上接上来之后 故意把这个擦掉的 但不是普通的擦 我们会不会跟你讲的 怎么擦掉海底部的背景 没有图标 我这里呢 又有一个图标 这个图标呢 很大 这个文件非常大的啊 这文件非常非常大 然后呢 我要按照同样的方式呢 把它变成这个样子 这和我们操作是一模一样 把它让图呢 拖到这个上面来 然后把它为大小的调小 然后在旁边呢 写成字 把位置对好 所以呢 要用到很多这样的工具 是不是 移动工具 说法工具 什么都要用的 但是我怀疑呢 你们会遇到问题 我告诉你 你们肯定会遇到问题 你们遇到什么问题呢 我直接跟你讲一下算了 因为这个题目 我不会再跟你操作了 但是呢 那个题目 我会完全留给你们去做 在做之前呢 我首先要审明一下啊 因为我们首先 我们讲的是医学人士学佛罗教 你说什么老师 怎么让我做网页了 我告诉你 首先呢 我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呢 就是 我跟你们讲 医学人士学佛罗教 并不是说你们都是用到论文上的 你们很多地方都会用的 是不是啊 你们很多都会用 同时呢 我没有这么多医学的图片给你们 我们会有一些医学的图片 但是没有很多医学的图片给你们 因为我给很多人呢 做过了很多论文的图片 但是他们都不会愿意呢 让我们把它公布出来啊 是不是 特别是这一些 我如果只是演示一下就罢了 这些素材呢 我是要把它完全拷贝到你们电脑上去的 如果把他们的实验的照片啊 什么之类的 交给你们 他们不愿意啊 所以说呢 我们呢 只能够拿这些东西来练习 但是我相信呢 你能够把这个图表放在上面 然后在上面去写字 你就能够呢 打开一张图片之后 把这一张一张的照片片片到上面 然后呢 在上面再写上ABCD 写上这些字 你们说是不是一样了 当然我们后面其实会讲这个方面的完全拿医学的例子来举实例的啊 但是我们今天的练习呢 我就让大家用这个东西来练习 OK 我们演个正传 我刚才说了 你们做这个题目的时候会遇到问题 就是因为这张图很大 OK 我们呢 拿这个数材呢 给大家操作一遍 你们看好了 这张图呢 我们托放到Fulloshop里面 然后呢 我们把另外一个图标也托放到Fulloshop里面 注意我们要托到这个地方 点击确定 OK 你们看好 我们刚才呢 是用这个移动工具 按照鼠要不要动 托放到里面不要动 托放过来 然后呢 再点编辑 自由变换 再调整它大小 是不是 OK 我们先把它删掉 把这个移开 我们选中它把它删掉 Delete 我们我这一次 我要这样去操作 我说呢 把这张照片呢 把它移到这个里面来 把中间这一块停住 你不管它是不是有意义 但是呢 这和我呢 给你们做留下的练习 是很像的 你们看好啊 我们选中它 按住移动工具 我们拖动 我们拖到这个里面来 拖动之后呢 你就发现这个图呢 很大 比这个下面这张图 还要大 你看到没有 我们移动这么大 然后呢 你们说大了之后就 我们就用编辑呀 对不对 你们看 你就点点击编辑 有个自由变换 我们点击一下 这个边框的很大 你看到没有 我告诉你 这个大的都没有 我练习的大 我练习的那张图 非常非常大的 你根本就看不到边缘的 当这种看不到边缘的时候 怎么办 你就很难办 你根本就没办法拖 对不对 那我告诉你怎么办 我们首先点击回车 确定一下 我们先呢 当这个图很大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 用放大力工具 按照out键 把它变成缩小工具 把它点击 点击 点击 把它缩小 要缩小 要缩的多少呢 你自己去看 我们的练习呢 你要把它缩的很小的啊 OK 缩小之后呢 我们再点击编辑 自由变换 你们看好没有 这一张图呢 我们移动 你看 这就是边缘 就这么大 然后呢 我们按住键盘上的shift键 一定要按住shift键 保证那个图片都不要变形 然后呢 按住鼠标左键 我们去移动 我们把它变小 变小之后 松掉鼠标 我们呢 把它拖放过来 是不是 然后我们继续按住鼠标 我们觉得小了一点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是吧 然后我们按到回车键 确定 确定之后呢 我们双击这个手型工具 啪啪 你们看好吗 就已经调好了 如果觉得位置不对 我们呢 就继续来 明白意思没有 就这样去做的 然后我们再把它保存 OK 我们把它关掉 那么呢 这个练习你们一定要去做的啊 素材我们给你们 幻灯片里面留去看 我幻灯片里面做的笔记 你们要看 我们下一节课呢 就要讲解什么呢 讲解一个叫做图层的概念 我今天呢 只是大致说了一下 叫图层图层 图层呢 是Foreo Show 一个很伟大的发明 我们下一节课呢 专门的讲解这个东西 好的 我们今天的讲解呢 就结束 嗯 我们谢谢大家啊